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用苹果和红枣 分享一个简单又好吃的新做法 我们首先来处理红枣 红枣淘洗干净 剪掉棗盒 再把它给切成丁备用 然后来处理苹果 苹果洗净削皮 再把它给擦成细丝 我们动作可以快一点 防止氧化变黑 最后再打入两颗鸡蛋 不爱吃鸡蛋的可以换成牛奶或者清水 把它给搅拌均匀 再分次少量加入面粉 把它搅拌成非常粘稠的糊状 能够用手轻轻的转成团 就可以了 电饼盛里面刷上一层食用油 我们取一小团苹果糊 把它给做成饼状,放入锅中 然后轻轻的拍扁一点 这样熟的更快 选择馅饼模式 中火 捞至底面金黄 然后给它翻下面 盖上盖子 再捞到另外一面金黄 已经闻到了非常香甜的苹果香味了 大约需要4-6分钟就熟透了 简单又好吃的两天早餐 全程大约需要10分钟 苹果红枣这样做 外皮酥脆焦香 内部软的清甜 有熟苹果非常独特的香甜味 还有红枣的香甜 非常的简单 营养又美味 女儿孩子应该特别的喜欢吃 而且冬天吃苹果太凉 这样做更营养 而且也不怕凉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